12月21日 孙莉在微博晒出和儿女一起 将邓超买在树叶里的照片 并且配文称 等等妹妹妈妈的作品 画面不要太搞笑 而照片中 孙莉戴着等等和小花 将邓超买在树叶里 还不忘戴上帽子 将帽子上也填满树叶 随后邓超也一如既往的 在孙莉微博底下 如同高访号一样回复 父爱如山 你们三开心就好 差点被垃圾车收走 为了孩子有个美好的童年 与清醒的十分无奈 孙莉给邓超戴上帽子 网友看到后纷纷开心表示 哈哈为了把树叶弄头上 还给超哥加了个帽子 厉害厉害厉害了 心疼超哥一秒钟 前不久是解气小雪 著名语言孙莉更新微博称 今日小雪 每晚以温水泡脚 淫火下行 有意身心健康 东安 并配图小雪一张 孙莉一贯都有在解气 提醒大家泡脚的习惯 于是一次一条微博一出 网友们便纷纷在下面条看到 又开始泡脚了 娘娘 两声泡脚娘娘再次上线等